疯了 真的要杀疯了 彻底不考虑防守后果的奥沙利文 会有多恐怖吗 麦克吉尔或许深有感触 哪怕手握黑科技球杆的麦克吉尔 也无法阻止他的发疯模式 不过邱泰克应该在美国比较流行 英国按道理不流行 不太确定吗 没错 习惯套路打法 我没觉得他重还是轻 我没有这个概念 开杆就钓鱼 已经被火老师上来就抡了一杆 破百清台的麦克吉尔 接个粉球的话应该还行 前提是左边的球角度没有那么大 估计也是被打猛了 他在下高杆 居然也来拼一把远台 结果没拼近 打薄了 难不成又得向上一局那样 对 斯诺克用黑科技的麦克吉尔是第二位 第一位是谁 第一位是不是那个不记得了 是不是那美国球员 反正不怎么出名 直接就交代了 黑球行的话把黑球留向下也可以 拿架杆打粉球 这杆是必须开球的 看能不能把球队最右侧那个球 开成衔接机会 开得比较薄 还好 还好 火箭的疯狂进攻模式 总算是冷静下来了 左边两颗互相牵制 就是黑球左边的没得下 就没得打了 只能防 双方重启安全球大战 擅长防守的麦机 这一感还是有点意思 现在不知道周日六打还是周日打 胡老师 这一杆防守 还是给出机会了 主办方会根据晋级的人选去 当然 也有可能也是火箭下干钓鱼 做临时的调整 这个是主办方说了算的 我猜测的话 我猜测的话应该是周六的 不是 你问错了啊 你问的是周六还是周日 差点给我带偏了 还好我反应过来 就周五跟周六嘛 半决赛是 周日是决赛 但麦克吉尔也顾不上了 继续拼一把 有了 逻辑是什么逻辑 他就有一个先后顺序 对吧 但台面依然乱的一锅粥 各种互相牵制 因为在武汉的时候 他就临时调了 本来是下午都给调到晚上去了 他临时调了 主办方想调就调 考验麦克吉尔的连贯进攻能力 篮球打完 反正粉球右下方 红球是肯定可以做的 这叫的不会是最右边吧 哎呀 没打几竿呢 纯防了 就得防守了 决赛抢十 半决赛抢九 然后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 有没有万能的网友去查一下 反正我看外形和听声音 实在是不讲理 当然 肯定是有运气的成分 不过邱泰克应该在美国比较流行 但胆敢这么不管不顾 他现在面前的红球角度有向上 先递干上去 篮球先过渡 粉球 黑球互相有牵制 但粉球勉强有下 只是说打粉球会K球 所以能围篮球就要围篮球 确实也只有火箭一人而已 火箭又三下五除二 快速轮出单杆二十六分 对 黑球左边的红球打掉 那么 粉球的归位就方便了 只是这附位的粉球 又把他球路挡死了 这个感觉有点就不太好 往上方还要注意右边 因为右边是可能可以打的 真是一波三折呀 得继续做安全球 刚才 然后皮头呢 就是直径啊 应该是这样什么 11.3呢 11.5这种 可没防几回合呢 火箭又逮出机会了 黑球的角度是向下 这一感精准远台上手 轻松缴获超分优势 真有可能是保密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这个分数迈克吉尔怎么说 不多不少 就多那么二干斯诺克的优势 让迈克吉尔弃之可惜 实质又无味 他也只能静静人世 继续挣扎挣扎 看一下够不够稳 那个拉单板的先生 不要再用了 观众其他不能用的快门 但还是不够稳了 虽然奥沙利文接连打丢 有红球在的情况下 现在抄的确实不算多嘛 但迈克吉尔这一红白相撞 真就把那理论上的可能 也撞没了 火箭的中大比较稳 所以这个一漏 那就可以摆球了 基本可以摆球了 火箭再次火辣升空 完成两连胜 逆转对手 但这也仅仅是开胃菜而已 更惊艳的大戏 还在下半场 静等我们的下一集好 我们下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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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